大笔房閒回覆 滑手機證明在多一個 害寶寶大腦長不好 手機真的是大家很好的朋友 像有時候兔寶如果看電視的話 就是我滑手機的好時間 那有時候我就會講 兔寶你不要再看電視 他說媽媽那你不要滑手機 我就 對啊 厲害了 對 可是好像手機真的不能 常跟他接觸太多 是 你知道小孩 為什麼我們兒科醫生都說 兩歲以下的小孩不要看電視 最主要就是因為 當你在看電視 你就減少跟大人之間的語言的互動 那現在反過來 媽媽一旦開始滑手機就沒了 所以現在前陣子美國有個研究 就很令人驚訝的是 也不會驚訝 但是只是剛好證明了 這個反過來的狀態 就是媽媽如果整天都在滑手機的話 她的小孩的語言 還有她的智能發展就會降低 那原因不是因為 媽媽滑手機隨便笨 而是因為她就減少 跟寶寶講話的機會 所以那這樣的話 這個寶寶大腦最需要語言刺激的時候 好可惜 手機裡頭一直有人在跟她講話 那OK嗎 手機裡面如果有那種 Facetime或這樣對話 也是沒有問題 對 她一定要真人 越小的大腦 她的現實的這種生活互動 是越重要 所以不能偷懶喔 沒錯 好可惜 好可惜 好可惜